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特别视频,在这里,我们将踏上一段无尽的爱之旅,与著名明星肖战一同庆祝他特别生日小飞侠。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见证王一博、肖战的搭档和同行,为他在庆祝活动中送上的可爱、甜蜜和意外时刻。 有趣的是,王一博竟然让三位幸运的粉丝的心砰砰砰直跳,我们将一同探索他们分享的引起轰动的细节。 为了一段充满情感、温馨和可能有惊喜的旅程,做好准备吧。 不要忘记点赞、分享和订阅,以免错过我们一同分享的这些特别时刻。 你准备好从肖战的爱之旅中发掘最神秘、最可爱的事物了吗? 让我们开始吧! 今天,是12月20日,我们共同庆祝令人难以置信的小飞侠XFX的生日。 祝小飞侠最可爱的生日快乐,他给我们的心带来了欢乐和温暖。 我对这个特殊日子的认识,源自2020年红海对肖战的宏伟献礼。 回顾过去的岁月,这标志着我第四次为小飞侠庆生,也是我成为XFX家族忠实成员的第五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对肖战的爱越来越深厚,创造了一种超越边界的纽带,连接着我们对他才华横溢和魅力的共同欣赏。 在纪念这一天时,让我们花一些时间珍惜我们分享过的回忆,我们形成的友谊,以及XFX为我们生活带来的无数快乐时刻。 每一年,我们的社群都在不断壮大,我们对肖战的支持也变得更加坚定。 希望这次生日庆典是我们对小飞侠深深的爱和崇敬的见证。 让我们共同的激情为肖战的辉煌时刻和未来的伟大成就照亮前路。 送给最可爱的小飞侠,感谢你成为这个令人惊叹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的奉献和热情让我们的社群变得独特,我们期待着一起庆祝更多年。 生日快乐,小飞侠。 祝你有一个充满爱、笑声和XFX大家庭,温馨的一天。 祝愿你度过一个幸福、成熟和继续敬仰肖战的一年。 陈情令抱字霸榜,王一博的星光大赏,直接炸了三家粉丝。 2023年都要结束了,陈情令居然又一次因为鹅场的星光大赏上了热搜,还是直接以爆的姿态。 稳居热搜第一,到底有多少人梦回那个独属于2019年的夏天了呢? 说起来还是让人感到相当不可思议的,当星光大赏那场开始之时,当娱乐圈参加星光大赏的明星,艺人们为了红毯争其斗艳,上演攻心计之时, 腾讯直接陈情令,无机开场,是都干到这份上了,还有多少人去关心其他艺人的死活啊? 毫无疑问,星光大赏当晚最亮眼的存在就是一身日漫风格的王一博和隐形出席活动的肖战了。 2023年了,王一博与肖战的名字已经多久没有在媒体中正大光明地放在一起了呢? 但无机一出,这原唱,肖战王一博,让多少人回想起曾经的2019呢? 最起码他们的CP粉是格外开怀的,本着去看王一博单人的心态,有些粉丝来到了现场,有些粉丝早早打开了直播,谁能想到还有意外收获,直接陪伴着热搜,一起登上热衣。 从诸多现场粉丝返回的视频中不难看出,有不少肖战王一博CP粉在听到无机前奏之时,先是愣神,再是不可置信,随之而来的就是激动,最后更是大声喊着王一博的名字让他来看一看,听一听。 言语中带着哭腔,似乎已经激动得快要憋不住泪了。 这一份感情也同样让无数屏幕前的粉丝们落泪,谁都没有想到,能够在2023年还能看到他们俩的名字,名正言顺地排在一起, 而不是两人先后上了热搜,被粉丝们图图改改地拼凑。 星光大赏的夜晚,是独属于伯军一销CP粉的狂欢。 只不过这边两人的CP粉们高兴,他们俩为粉可就不太喜欢了。 王一博粉丝这边开始骂腾讯,毕竟王一博好好参加一次星光大赏活动, 大家的主要眼光应该是放在王一博个人身上, 尤其是他两套衣服带给人的震撼感实在太强烈了,不谈品牌,不论装造,就说王一博的营业也足够让很多路人圈粉, 结果主办方这么一来,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陈情令身上,属实是分不清主次。 在他们眼中,他们恨不得王一博从来都没有演过陈情令。 肖战粉丝这边也不遑多让,毕竟肖战本人都没有参加星光大赏, 结果却因为陈情令上了热搜而被迫吸了肖战的流量, 在他们看来,内娱没了肖战果然完全不行,到哪都要蹭肖战一波。 况且他们眼中的肖战那是陈情令的一番大男主, 就算是上了热搜,那也是肖战的热度上去的,与其他人无关。 一家欢喜两家仇,就是如今王一博肖战三家粉丝的状态了, 只不过从如今的状态来看,这三家已经诡异地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平衡。 王一博粉丝,不知道,没演过。 肖战粉丝,一番大男主。 王一博肖战粉丝,至今怀念2019年的夏天。 陈情令再次因讹厂的星光大赏而引发轰动, 不仅直接登顶热搜,更已爆炸了三家粉丝, 令人不禁想象这部剧在观众心中的持久影响。 2023年即将结束,但陈情令却依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让人回忆起2019年的夏天。 在娱乐圈参加星光大赏的明星艺人们, 纷纷为红毯争其斗艳之际, 腾讯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场, 直接呈现陈情令和无稽的场景。 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其他艺人的一种抢戏, 令人不禁思考,当时的热潮是如何持续至今, 以至于在星光大赏这个大舞台上再次引爆。 这个独特的开场也让人回想起, 当年陈情令在2019年夏天的热度, 那个充满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特氛围, 似乎在每个观众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部剧的成功,不仅在于精湛的演技和精良的制作, 更因为剧中人物的深刻性格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星光大赏当晚最亮眼的存在无疑是王一博和肖战。 王一博以一身日曼风格的造型吸引了众多目光, 展现了他独特的时尚品味。 肖战则以隐形出席的方式引发关注, 引发了更多粉丝的好奇和猜测。 两位明星的出现让整个活动更加引人入胜, 也再次证明了陈情令的不凡魅力。 这样的盛况不禁让人思考陈情令究竟是如何在时间的考验下, 仍然能够持续引发如此高度关注的。 或许是因为剧中的爱情故事打动人心, 或许是因为演员们的真挚演技让观众产生共鸣, 亦或是因为整个剧组的辛勤付出和精湛制作, 都为这部剧的成功埋下了众多的种子。 然而,对于其他艺人而言, 他们的死活似乎在这一时刻变得微不足道。 观众的视线被陈情令的魅力所吸引, 而其他明星们则成了星光大赏上的配角。 这也许是娱乐圈竞争激烈的写照, 一时之间,某些作品和明星的光芒如此耀眼, 让人们对其他的选择都失去了关注的欲望。 总的来说陈情令的再次爆红, 既是对该剧品质的认可, 也是对演员们辛勤努力的肯定。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一段感动人心的旋律, 伴随着观众度过了2019年夏天, 如今又在2023年继续发光发热。 或许, 这正是其独特魅力所在, 能够在时间的长河中, 依然保持着如此高度的关注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